中华民国的侨务委员会 今年是第二次在乔居地举行 美南地区有来自奥斯汀 休斯顿 达拉斯三个地区的乔营中餐厅参加了评选认证 而今年休斯顿地区有摇餐厅报名参加 获得认证的餐厅 未来都将会结合乔委员会的联合行销活动 透过平面网络和卫星电视来告诉全球观众 由乔委员会举办的台湾美食标章认证评选活动 上周一连续四天完成美南地区奥斯汀 休斯顿和达拉斯共计七家乔营中餐厅评选活动 休斯顿地区今年报名参加认证的摇餐厅 上周五在位于Westheimer和Gasnan的交叉口 完成了今年的美食标章认证评选活动 来自台湾的中卫发展中心经理陈明里 全球餐饮执行长叶嘉青 休斯顿地区评审郑昭委员和方海尼 负责休斯顿评选活动 这次评选标准是从菜肴服务环境三个方面来评定 那我们这次这个评选呢 我们这些台湾美食餐厅呢 基本上我们是由台湾的评审跟当地的评审 共同依照三个购面来评选这些餐厅 第一个是在菜肴方面 它的菜肴是不是具有台湾的特色呢 还有它的口味它的刀工等等 那第二个就是整个餐厅的服务 它菜单的设计是不是够清楚 够亲切 第三个是它整个餐厅的环境 它的清洁的部分 那是不是也达到一定的标准 当天主办单位指定 以及业者自选的十道精致中华美食菜肴 一道道是色香味俱全的呈现在评委面前 大家除了细细品尝口感 烹饪的口味之外 也将眼前的美食给自己所带来的感受 做了详细的记录和拍照 师傅也在现场展现北京烤鸭 熟练的动作 不一会儿可口的北京烤鸭就端上桌子参加评选 那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推广活动 把台湾的美食 能够陆续的在当地打响这样的名号 让这个餐厅 乔英美食餐厅 能够在当地发扬光大 凡是进入评审之后 符合标准的乔英餐厅 都将获得乔委员会认证的标章悬挂在店中 还可以透过乔委会的媒体管道 和所有乔英美食业者联合行销 不但能够意见海外乔包的思乡之情 也希望让美国的朋友不需要到台湾 也能品尝到精致的中华美食 那这些标章之后呢 那我们会在这个乔委会的这个网站 还有我们活动的网站 还有我们这个未来 我们会针对这些产品餐厅 做这个联合的一个行销 不管是平面媒体 网络媒体的部分做这样的行销 同时还有一些抽奖的活动 让更多的消费者来这些餐厅消费 也希望让我们这些乔英餐厅的营业能够提升 同时在服务跟这个菜肴的品质都能提升 然后让消费者 让餐厅业者大家得到一个双赢的结果 感谢观看